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眉楼汉拳吧 总共有108招 攻防意识很强 其中招式就是以各种楼汉技技的方法为一样 而融合起来的俄眉楼汉拳 俄眉楼汉拳起源于两进时候 是一个高僧 云游到俄眉山和俄眉山的和尚 共同创造了俄眉楼汉拳 没有文字记载 所以说只能是口头传输 最早俄眉楼汉拳就是用于积极的 因为南方吧 圣灵多 眼兽多 与眼兽搏斗 第一个动作就是童子白观音 它是一个静观音的动作出来 长眉楼汉 实战当中 它是一个你眉毛下来对吧 往下走 那么打击对方的时候 一个阴手给对方 刚一里 下面一个阴手给他 降龙楼汉 就是骑在龙的身上 抓着他的脸子 那么在积极层面上说 把他按倒以后 就掐着他脖子 我们的幻青就是一个狠 不能打的部位 就要打 打剥落的地方 讲究的是自敌 手快眼明 眼神能撒惹 如同一个剑 那么手快就是封入对方 它最有代表的几招 一个是凤眼拳 它的形状就是像凤眼一样 击打对方的太阳系和耳朵 一个是牛胶肘 由预见体型比较大的人 那么你力量不行 那就用肘肩击打 两手不离塞 两手不离怀 讲究的是一攻一守 两手同击 贴身短打 这么理 我习武是从八九岁开始习武 习到现代 接近五十年了 我是乐山俄梅武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 也是俄梅一中的体育老师 小时候就是一种好奇吧 胆气足 所以好斗 自然就脾气暴躁 在别人眼里这个武德的问题 我和他们有一些区别 还是打很多吃架 但都不主动打人 最近一吃 五十岁吧 看见现在社会上 停车在那儿 一个农民养工 七座山楠 他到车就刮在山楠上 他们下来三个人打他 当时我留着胡子的 我就走过去 就把他给他扔开 我弄干什么 我就啪 一拳一腿 另外一个是在旁边下热 所以说就是看不惯别人欺负人 武术的主要一个内涵 核心内容就是积极 你要能打 才能展示武术的价值 你没打 就不成其为武术 就是另一个武 武道的武 我现在对武术来看吧 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年代 他的用法不一样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 他是战争平凡 那就讲究了 就是杀人的 那么随着连时代都不同 和平时代 就是一种欣赏锻炼 八百年只有十三代 这就是我们的传承 人的潜能吧 有了二十四 但是每一个人就四五种 可能我的潜能 其中有一种好动 对武术情有度中 我通过练武吧 第一 体格的健壮 然后是对我心态的一种平和 再到现在 对性格的改善 所以说 就成了我一次见识下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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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